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行街吹水系列的大阪音响剪片的第二集 今集我就会带大家走一号馆 由二号馆走到一号馆大概十多分钟路程,非常之近 一号馆大部分剪出的品牌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品牌 而且在里面都有很多很多都是日本本土的品牌 到底今年他们有什么新的产品推出呢? 另外在扁尾部分我同样都会祝另一位我好好的朋友 其实他就是日本Tikulon的社长 冲野先生做一个简单的访问 到底Tikulon今年有什么新的搞作呢? 其实今集的内容同样丰富,记得看到最后 一号馆位处于另一间酒店叫做哈通Hotel Sinsaibashi的酒店 其实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间商务旅馆之类 其实展场的层数就会多过二号馆 分别由二楼到五楼 今天一出汽车门口转左 就看到大大间的Panasonic的展馆 其实近这几年 我都觉得Panasonic其实都是很有意 是想进军这个高级的音响市场 所以你会看到 无论是Facebook、YouTube 其实不时间都有很多Technics的 音响产品浮现出来的 大概在前年 Technics出了一个 一个好奇纜级的SL1000R 的长盘 价值成200万日元 我见到很多师兄都去日本买来的 这个盘其实我很有兴趣 就希望可以今次看到 不过很可惜 我问过有关Panasonic的工作室 他们说这个1000R就没剪出 这次就只放了一个 比较中价位的转盘 就是1200 至于在M方面 其实我都有跟Panasonic的工作室谈过 其实他们也有做了一个市场的调查 结果是很有趣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是喜欢 一前一后 或者一个前推两部Mono 但他们都发现近这几年 日本的发烧友 开始是有一个喜欢玩合拼M的一个趋势 我不知香港会不会是这样 但我都觉得好像是有这种的感觉 在这 这次姐妹 他们都展出了一部旗舰级的合拼M 就叫做 SUR1000 这部M 你看上去好像很有份量 很有重量感 很有质感 但你猜不到 原来它是一部Class D的M 不过今时今日 Class D的M的科技 已经是一天千里 不能同日而雨 就好像这部R1000的合拼M里面 据我所知 其实厂方都放了很多黑科技 在里面 无求令到出来的声音是减到最小最小的 离开了Panasonic 我走上一层 我看到有一只我们香港人都很熟悉的牌子 IoData 进去看看有什么新东西 今年IoData都在展会上 展出了两件的CAS产品 其中一部 我也很有兴趣 其实就是一部 AD10的CD warm 我见香港也有些师兄在用 里面配备了Pioneer最新的 Pure Whip 4 Plus 的 Whip碟技术 其实是可以将CD碟面上的一些音乐数据 达到最精准的 实信效果 另外我看到的机壳也做得非常坚固 非常英俊 相信对于抑制鞋震 都有一定的作用 在IoData的对面 就是CAS产品的Pure Whip 其实我被后面那两块 大大块写着光成精工的两个Banner 深深地吸引 这些字真的写得很有气势 我和门口的姐姐仔都谈过 原来她的解释 原来他们公司是来自日本的清心园 而这一种 正正是代表了他们清心园的 是一种传统艺术来的 而今年他们也展出了很多由他们自己设计和生产的发烧线材 当中包括很多电源插头 电源线 信号线 Lan线 等等 作为我这些线材L 看到真的很心动 日本的原实电器 都可以说是日本其中一间最大型的代理 当中代理了很多外国知名的品牌 除了有ELEC VGA之外 还有其他 大家都很熟悉的品牌 例如WBT 雲吞河 Belden 等等 这次的展房就比较小 都要进去看看有什么要看 其实在这次展会里面我发现有一类产品是很多代理展出的 是什么呢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香港的发烧友已经玩得非常专业了 其实就是高质素的CD Ripper 之前有介绍过RODATA的AD10之外 另一款我们香港发烧友也很熟悉的牌子 Oranda 有一部ACS100 其实在这次的日本代理的姐妹上也有展示 这部ACS100我印象中也不是很新的 好像没有记错 应该都是2021年左右推出 但是在日本来说 就很盛行 现在开始 我想的原因就是 始终你说在串流的sauce 在日本来说真的不多 很多日本的发烧友 家里面仍然是以黑胶和CD 为主要的音缘 你说我又很方便 想把我的CD 都可以 弄好它 放在伺服器里慢慢按来听 其实 高质素的CD Ripper 的确是需要的 好 看完这么多个展馆 差不多够钟 约了我另一位 疫情后我都成三年多 未见过的老友 聊聊聊 他是谁呢 其实就是日本 Tikulon 社长 冲野先生 究竟今年Tikulon 有什么新的产品推出呢 大家不要走开 继续看下去 好了 我去到另一个 booth 今天很开心 我看到Tikulon 社长 冲野先生 我看到冲野先生 当然立刻删牌过来 跟我们说两句 其实 冲野先生出道 香港人的客户 日本语挨招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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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ulon 冲野先生 谢谢 其实我和冲野先生 其实我也很想冲野先生 亲自和大家介绍 其实我冲野先生现在手上 这条青龙的电源线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客户都买了 由冲野先生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条青龙电源线 究竟用什么技术去製造 或者是大概用在哪里的效果是最好的 这条龙电线 初めて シールド層 比多さん是很知的 HSEを シールド層にも全て掛けた シールドも掛けた 全部掛けた 外のシースを D-LENの 防振技術を 外のシースに使って 外からの 振動を 吸収する 電子波とか 下に当たった時も ノイズが入りづらい そういう構造にしましたね やっぱり 入力 機材の上の方 CDプレイヤーから ストリームマドラ パワーアンプも聞くし 電源タップ 壁からタップまで 重要なところにも すごく 役立たせた やっぱりすごい自信があったんでね 初めてその リュウ 青いリュウ 知道詞 初期先生就説 特意印了一個 有龍的標誌 放置在電源上 非常有型 どうも 最重要的一件事 香港地方浅窄 電源線最重要是 夠柔軟 不可能太硬 これは一番大事なんで柔軟 香港は狭いから 狭いから使いやすい 他の全部硬いので すごく使いやすい これは大事なんで使いやすい ぜひ聞いて下さい 確かに 有興趣可以上來問我們 我們有準備了青龍這條電源線的demo 有興趣可以上來問我們借的 下一條問題我想問蔥先生 其實Ticuron的來年有什麼新產品會推出 我也想透露一點 我都想知道 三千 TPL三千 電源機器 還有 TML500 8MV 這二個 香港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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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香港最初 來年2024年 2月 日本全世界 香港先 這次 是高映 是高映 這是來年1月 香港出現 明白 接下來 下一年的年頭 全世界首發 有一條 叫做 TPL3000 以前是有2000 今年是3000 3000 這條線是Ticuron 暫時來說 是最頂級的電源線 TPL3000A 這條線我都很期待 因為我都不知道什麼聲音 都要聽一聽 另外在來年 大概是2月份 有這一隻 有白虎 有青龍 當然是有豬雀 豬雀 其實就是這塊 TPL500 目前最頂級的一塊 就是300 有一塊500 豬雀 的一塊 化震板 在來年 會推出 這條線非常好 這條線 這條線 完全可以 是自作的 對 更加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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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高興 現在這兩件產品 在廠方 沖野先生 都在做一些未調整的 進程 來年來說 會推出市場 我們要訪問 我們要訪問 謝謝 非常感謝沖野社長 為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訪問 繼續留意我們的報導 拜拜 下一集 我們會斬別日本 帶大家飛去瑞士 參觀位於瑞士蘇黎世的 Gotham Audio的總部 同時間我們也會訪問老總 Mr.France 以及會絕密公開 Gotham Audio的廠線 行接工作間 下一集的內容同樣精彩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在上一集 有師兄留言問我 Peter 這次回日本 有沒有食物介紹 我在想 我們香港人去日本 逛街購買 燒肉壽司拉麵 隨時比我還熟 我在想 不如介紹 日本本地人 很喜歡在秋冬時分吃的一種火鍋 叫做Motsunabe Motsunabe 其實是一種牛小腸 帶有肥高的牛小腸 的一種火鍋 冬天吃 暖粒粒 非常之好吃 佩爾 廣島出的山蠔 一次過吃 真的很棒 很棒 今次在會場附近 有一間叫做Bacanare的店 我看到他網上評分很高 那天我們去吃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我看到有很多明星光顧 場邊有很多簽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價錢很親民 最近會去大阪旅行的師兄 不妨留意一下 我都把這間店舖的資料 留在留言板上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